嗨,大家好,我是庆 自从升级了这个RV-M的进气 还有这个RV-6Pay Tome的这套排气 这家车的RESPON明显很不一样了 但是,当我升级了这套排气之后 我有加一个Canceller来骗它的电板 就是不要给它找Engine燈的 在FL5不太实用 以前我驾的FK8呢 加那个Canceller 如果你太过Hardcore驾那个车 它也不会找Engine燈的 但是在FL5这里 我照样是加了以往那个Canceller来骗它的数据 就是不要给它找Engine燈啦 但是你Hardcore的话 这辆车也是一样 会找引擎灯 然后再加上升级了这个Group N的Intake之后 它的EIDER明显不稳定了 因为我们把进气改大了 出气又改大了 还是原装电板 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今天打算下Hondetta来辅助它 顺便开买Speed Card 如果现在这家FL5它开买电板的话 它就是一个放了绳子的小鸟 它的马力是可以完全被释放出来的 原本想事先驾一排先 不要那么快下电板 结果没有变 在我出队的时候 一Hardcore一点柴 它就出那个Engine Checklight燈了 那个Adjust的那个Adaptor在FL5看起来不怎么使用 然后每次要回来洗Fort Code很麻烦 所以今天就Hondetta请它 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 再升级它的马力 Hondetta一下Speed Card一开 这辆车就是另外一辆车了 它的马力那种Response是非常的饱满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原装现在车多少批 在下Hondetta过后多少批啦 这辆车买来都还没有什么价 也跑了几千公里罢了 每天在想 怎样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啊 Hondetta 看到这套排气就是爽 是这辆车的尽税 Thomas the best 在远远一看到 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盖子这样的 就是证明升级了Group M Intake的 这个是它一个象征 还蛮明显下的 非常期待这次的升级 每次下电板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期待 这个声音 现在还没有tune它的油门全部不稳定 同样的今天来到PHR这里 POWER HOUSE类型 来下这个Hondetta 这里本田专属区啊 EG EVOLUTION 这种现在在马来西亚也是蛮值钱的 只可以买现金哦 不能借钱了 两百千三百千都有 1K四门 要玩本田最耐操的引擎 就是这里了 K20K仔 最耐操的这种引擎 拉八九千转 连续两个小时 它都不会水滚什么的 一流啊 这引擎 玩过本田的人都知道 八九千转的高转红头机 BEST B系列 S2000 这种是超级霸燒油 整辆车都是名牌 而且也是改到非常帅 这家也就是EG 这个应该是长车来的 队友的EK也在这里 这个也是发烧油的 也是K仔这个 现在先tune我这家朋友的K仔 看来引擎刚刚做完大料 全部弄到这样美美的 这里引擎刚刚换了HIGHCAM 做了HESICAL PISTON MANLY CONROD 全部做到完 原装车应该在210-120匹 这样子做下去的setup应该有在250匹左右 210-120匹 拉8000转 飞天啊这些车 车子 不到一吨的车身 承载着两百多匹的马力 拉着八九千转 一流一流 啊这家现在搞定了 达到他要的马力了 花了几万块 啊两百五十码 二十三多 开九千转 这辆车也是下了蛮多的心思 蛮多的料啊 这两张椅子 一张要整六千块马币啊 还有Mugen的Sterling EK9R的Meter 还有这些DefiMeter Meter 看到这些EK 好怀念我以前黄色的那一架 那个是我人生中最好的K仔回忆 坐进来这个椅子 满满的战斗感 这种Full Park是很好的 因为你赛车你有用到你坐下去啊 你的车哪里甩 哪里挖一点点 你都有直接的感受 怀念的 这个高转战机 满满的回忆啊坐进来 哈哈哈哈 今天就是下这一辆HONDA大请他 新款的小力了很多 开Speed Cut 再上Tuning 成为Sage 2 真帅 这一辆HONDA大请 现在准备好要垃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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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ove M Air Intake RV6 Tau Bike RV6 Funt Bike Tome Titanium Type-D Intercooler还没有出 看一下下个HONDA大会拉出怎样的数据吧 保守估计应该在350-360吧 转型的高转型的颜色 原装的数据转出来,现在是335p, 46t 然后等它在5tune着 换了一个Intake跟Azor,还没有tune的马力都蛮高的 335p 然后Turbo的Boost跑着1.76p 这个就排气爽 还在调整当中,现在已经去到377p了 Turbo去到52p 然后Turbo boost上到1.88p 还有这位新加坡兄弟,特地由新加坡过来看 我是来听Domay的声音 Domay is the best R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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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转换 现在5T 最最好的HP 失去到了381匹 55TOP 这个是最最好的数据啦 然后TOP是去到1.87 非常夸张的TOP 55哦 够力了这个 换一个index address 那个马力就超过 整加了整70匹 不简单哦 现在这辆车就会飞了哦 speed cut就开了 这轮够够力了啊 这位大哥陪我到晚上 一起研究FL5 然后到时他tune他自己FL5 很期待去试车 看到这个数据啊 非常的高兴啊 现在的车啊你看随便 Map一map去就整加整780匹了 2.0手排 整380匹 55KG的TOP 很够力了啊这辆车 很好跑了啦 希望现在HP高了 不会那么容易overheat啦 如果是有出现overheat的问题 我们就要去升级那些cooling system了啦 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下一期我在拍这个Map了之后 他的驾驶感觉如何的 OK再见大家